这个是调色前 这个是调色过后 是不是很大的分别呢 你看到好像去了别的地方这样 哈喽大家好 我是P图 会调色和剪片的大卫城 今天这一期视频 要教你们Likeroom的局部调色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帮我点个赞好吗 让更多人能看到这个视频 还有想要学习摄影调色 你更加要关注我这个频道 因为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相关的内容 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教学 可以打开小铃铛哦 不知不觉 我们的Likeroom从零学习系列 已经来到第三集了 基本调色 曲线都学会了是吗 今天来和你简单的解释 HSL到底是什么 HSL的功能就是能让你 举步调色 H就代表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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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就代表Saturation L呢 就代表Luminance 哎呀 还是不要和你们说这样难的东西 因为连我自己也感不明白更深的东西 废话不多说 现在我就开Likeroom 拿一个颜色表来解释 HSL 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了 现在我们就打开Likeroom 你就看到了这个颜色表 分别有几种颜色 就是 红 橙 黄 绿 蓝 定值 然后我们就按颜色这里 然后在右上角这边 有一个很多颜色的一个键 你按一按下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了 Hue就是色相 Saturation呢就是饱和度 Luminance呢就是明亮度 所以现在你看这边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跟我这个颜色表是差不多的 我们就拿红色来做立志剑 好像如果红色的话 然后我们调它的色相的话 如果我往右拉的话 你看我的红色就变得跟橙色 差不多一样颜色了 可是如果我把它往左拉的话 你就看到我的红色都会变得 好像有一点点粉红色的感觉 然后 然后 饱和度呢就是Saturation 你往右拉的话 它就会把红色变得更加红了 然后如果你把它往左拉的话 你就看到红色已经没有了 然后呢就是明亮度 你把它往右拉的话 你就看到那个粉别看到吧 如果我往左拉的话 它就变得很暗 可是我往右拉的话 它就变得很亮了 然后我们再试橙色 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看往左拉 它就会影响我的橙色 其他的都不会影响 你看啊 如果我往左拉的话 你看到我的 我的橙色都变得跟红色一样了 饱和度其实也是一样 你往左拉往右拉 你看到 橙色就变得灰蒙蒙了 然后如果在明亮度 你把它调高的话 橙色就会变得很亮 然后你看到 我往左拉的话 你看橙色都变得很暗了 然后接下来的 其实都是一样的 如果是黄色的话 它就变得绿色 你往左拉的话 它就变得 跟橙色差不多 然后饱和度也是一样的 你看到吗 饱和度也是一样的 色相 你看这个 这个就比较明显 你看如果是青色的话 你往 你往左拉的话 它就变得黄色了 可是如果你往右拉的话 它就变得 跟蓝色差不多了 饱和度 其实也是一样 看到吗 看了刚刚的例子 你是不是觉得 Lightroom的HSL功能 是不是很强大呢 因为这个功能 可以让你把原有的颜色 变去你想要的颜色 比如说我们想要把 蓝色变去 青色 或者是后面的灯 我们要把它变去不同的颜色 其实 道理也是一样的 我们所做的东西 就是改变它的色相 了解了HSL这个功能 我们就是时候 把它发挥在我们 热常生活中的图片了 今天呢 我就拿了我在巴黎岛 所拍的一张 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图片 因为在半路图案间 看到这个景色很美 所以我们就停下来 拍了这张照片 然后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旅程了 因为这个图片 其实是直接拍出来的 还没经过任何调色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进行 一些基本调色先 在这里 我们就不详细的解释 基本调色是什么了 如果你想要详细的 知道什么是基本调色 可以去看这个视频哦 我们打快好吗 好了 基本调色就调好了 我们就把一些细节 可以带回出来了 过后我们就要调曲线 想要学习怎么调曲线 你可以去看我这个视频哦 好了 这个就是修改前 这个就是修改后 不是很大分别 可是你可以看到 我的主体的细节 都回来了 所以这样子呢 可以更利于我们过后的调色 我们就去点这个颜色这边 然后我们就 啊 增加一些 自然饱和度增加一点点 然后饱和度 我们 减少一点点就好了 OK 然后现在我们就去这边 去调一下色相了 在这里呢 红色 它不会做出很大的改变 因为在这张图片的红色不多 反而 在这张图片什么颜色最多呢 就是上面的天 天空 上面天空有一些点 带蓝色的颜色在那边 然后还有 绿色跟黄色是占了 这个图片的80%以上 所以你想要调一些很疯狂 很有style风格的图片的话 我现在来教你 你就千万别眨眼了 我们就点去 黄色这边 然后我们就把它的色相给调 调去变成 变成成色 黄色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把 青色的色相把它变成 黄色了 看到那个分别吗 整张图片就 好像去了一个不同的地方了 还有上面的天空 我们也把它调一调下 变成比较 你看到那个有那种 青橙色调的感觉吗 你看到吗 那个感觉就立马出来了 回去橙色这边 我们就看增加一下 饱和度 增加一点就够了 其实不用多 明亮度呢 明亮度也不用增加很多 然后去黄色 我们刚刚做修改的 你可以把它拉到最满 100% 可是我不建议你这样做的 大概大概会拉 大概27-28左右 然后明亮度呢 就是那个颜色的亮度 你增加那个颜色的亮度 你看到我后面这个 稻草这边呢 它就变得暗 那我就变得亮了 这个东西不要做过多 我觉得要把它变暗一点点 会比较好 所以减漆呢 应该是就最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 青色这边 换一下它的饱和度 再换一下明亮度 明亮度也是觉得不需要这样多 好了 我觉得这样子就OK了 过后 就是天空的部分了 我们先增加一些 天空的饱和度 这样子 应该不错 然后它的明亮度就是天空的亮度 所以我们要把天空的一点细节带回来 你看到吗 我把它往左拉的话 天空的细节就马上给出来了 这个是调色前 这是调色过后 是不是很大的分别呢 你看到好像去了别的地方 现在我们拿另外一个例子 这张图片呢 是我在泰国的曼谷拍的 所以这张图片也是一样的 我们先做一下基本调色先 好了 这个就是修改前 这个就是修改后 好了 过后我们就去调一下它的颜色 在这张图片呢 刚刚我们所学的那个色调 就在这里不是很恰当 因为这里又没有草 又没有很绿的东西 跟刚才的那个图片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调出怎样的图片呢 我就比较想要调出一种 陈式的黑暗风这样子 有一点点黑和金的混合体这样子 所以我们首先要怎样做呢 我们就是去色相这边 然后我们把图片里的红色都变得 偏橙色这样子 因为橙色跟金色是很结晶的 所以我们要把其他的东西的颜色 都变去跟你想要的颜色差不多 或者是你把它颜色直接弄走 然后橙色橙色就不用动了 黄色的话 看如果把它变成橙色的话 也应该不错 你看到我后面的车嘛 你看到吗 本来是黄色的 它就变成橙色了 所以不要做太多 我们把它拉一点点就够了 过后呢 青色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保和度 剪到最底 因为我们不要它影响到我们的图片 我们的图片要的颜色 只有两个罢了 第一个是黑色 第二个就是橙色 也是我们要的金色 所以其他的不必要的颜色 我们可以把它拉到最底 我们不想要它在我们的图片里面 像你看蓝色的话 你看到吗 这个柱子是蓝色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拉到最满的话 你看到整张图片就多了一个蓝色出来 不懂怎样 所以我们不要 我们要把它拉到最底 你就看到整张图片 它的特点在哪里了嘛 你看到那些车就是变成整张图片的特点了 然后这个紫色也是把它拉到最底 这个饱和度也是拉到最底 你看到吗 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那个橙色黑暗风 你看到吗 它就完全呈现出来了 OK 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去一下蒙龙 因为在这些揭牌的图片 这两个清晰度跟去蒙龙 是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就这样了 你看这个就是修改前 这个修改后 你看到那个分别极大吗 再看一下 哇真的是太大了 它的分别 看到修改前修改后 整张图片的主体全部都 POP出来了 你看到吗 好了 和你说了那么多 你应该都能知道 HSL的操作到底是如何的 还不赶快拿你的照片来试一下 今天这个视频有谁要同情吗 有的话 记得点个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 对应动你手指头 是给予我最大的动力 还有过来我的YouTube的调试老人包 帮你一键调试 可以点击以下链接购买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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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